欢迎你们和小乐弟兄一起来分享 四部查经法 讲的比较细一点点 您对自己的孩子就不需要这么细 这个心里太累了 因为我就是面对父母 我们之后开始的答案 我们在天上的父母 就要你看过我们网上网络的畅通 保守我们这个网络不出什么腰蝌子 听父也求主看过我们各位家长 下面的安静 使我们在基督里有美好的交通 祝你的灵充满我们 使我们明白你的话语 也求主赐了利给我们 使我们能够活出你的话语 主啊求主你用圣灵和智慧 帮助我来讲来分享 使我能够造就人 将人心里面的一切男主人 认识神的东西全部给击溃 叫人完完全全的回到耶稣基督里面 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各位家长各位爸爸妈妈 我这个目的就是为了推动大家在家里面 带家庭敬拜 每天最少个五分钟 你如果实在很忙 好的话就半个小时 再也别多了 多了的话就会你太累 然后你预备 大家不要我建议 比如说明天你要给孩子们讲到 你不要今天晚上预备一个小时 为什么呢 你要是这么预备的话 你的分享就很累很累 你这成为一个工作 成为一个劳苦重担 那正确的预备方式是什么呢 你平时每天坚持为自己读圣经 弟兄姐妹 各位家长 为自己读圣经 不要为别人读圣经 就单单为自己求神改变我的生命 赐给我信心忍耐 各样的恩赐 各样的生命 你就为自己 然后你天天坚持装备自己 那么我随时都可以讲到 我随时都可以分享 我不针对特定的我的儿子来读书 也不针对我老婆 或者是我父母来讲 我不针对他们 我只针对自己 我每天装备自己 那么你带家庭进吧 成为一个生活习惯 好像每天要吃场饭一样 不吃肚子饿 就这么一种感觉 那么这个家庭敬拜 就很正常了 如果你每天为了明天 在家庭敬拜 今天晚上预备一个小时 查那个精 真正的讲道 讲课 使用生命的讲 不是你前一个晚上 查很多很多的资料 各位听听听 你看 我觉得这本圣经没别的东西 我给你看一下我就过敏 没别的东西 没有别的东西 就是一本圣经 你这么个提纲呢 因为我普通话不标准 普通话不标准 怕一些东西表达不出来 我画了个图 这类的东西 我们分享 在家里面有什么好装的 对不对 都是老婆都是孩子 没什么好装的 还有父母或者说 那我们就是一本圣经 没别的东西 根本就一本圣经 那预备就真的是平时 我们以前教书 我们的老师给我们说 台上一分钟 台下十年过 就是说你十年以来的 当然不一定是九年 或者是八年 不这么说 就是你长期的一个预备 我们分享了 随着生命的流路 我也是建议跟家长 这么做 你就轻松了 我知道有一些传道人 做传道做得很累 因为明天周六要讲道 这星期天要讲道 星期天晚上可能是干通校 然后讲道 你讲 别写出来 这太苦了 这不是在生命讲道 这是在强扭的瓜 好 那我们现在来讲教义部分 四部查经法 大家要跪下手指头 上下文 历史文法 教育神学 还有实践运用 这是个步骤 没有什么 这个圣约神学 我觉得给大家讲的比较细一点 因为我估计 我了解很多电解 没这个方面的装备 上一回来讲过了两个 一个是亚当之约 一个挪亚之约 今天来讲亚伯拉罕之约 亚伯拉罕之约 大家麻烦你翻到 两处经文 一个是创世纪 第九章 而三章 创世纪第十二章 大家翻到创世纪 往后翻一下 上帝亚伯拉罕立约 一直呢 今天我们一直到 我们十七章 这个约才完成 约完成 当我兼顾的时候呢 在二十二章有一点 二十二章有一点 大家我们先翻到 十二章 上帝立约 他不是随便找过人 立个约的 就亚伯拉罕出 吾尔的时候 七十五岁 七十五岁 神都呼召 给他离开 吾尔 离开吾尔 这个离开是非常不容易的 我们前面查过圣经 是有几千公里的路 大概有五到六千公里的直线距离 五六千公里的 五六千米 有三千多公里的直线距离 来到这里了以后 上帝与他立约 那么亚伯拉罕立约 上帝的立的亚伯拉罕直约 有什么特点呢 立这个约的时候 注意这个约 不是说把原来的亚当之约 如果亚当之约废掉 大家注意没有 没有废掉 注意上帝跟能力的约 安定在天 立定在地 是不能够废掉的 那么后面的约 大家使原来的约的补充 或者纷满 这个 给大家解释一个词语 解释一个词语 解释一个词语 要渐渐性启示 也就是说上帝 他一下子没有 把耶稣基督完全启示出来 这个约呢 它是逐步逐步的成熟的 不是说前面的约就废掉后面的约 前的上帝的约怎么能够废掉呢 神是信死的 我们看一下亚伯兰之约 各位亲戚的姐妹 亚伯兰之约有什么特点呢 大家谈谈你们的看法好吗 大家都是家长 您谈谈您的看法 上帝亚伯兰之约有什么特点 方便发言吗 方便发言吗 各位弟兄姐妹 随便交流啊 只是在网上啊 在生活当中就最后交流了 你怎么没人发现 你觉得上帝亚伯兰之约有什么特点 这个约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我感觉好像就是没有条件 没有条件 对很好 要求他做点什么东西 就这个 还有呢 好吧 我看这个是不是 上帝对他就是 这样的约定就是对他有丰富的恩典 就是在赐福 这样的约定就光是祝福他 要祝福他后裔要成为大国 他的子孙要向海边的沙 还要祝福他有地土 哎呀 这个祝福实在是太多了 所有的福气都是 都给到他 我就觉得是这样 谢谢许子妹 好好 还有吗 是单方面的 单方面的 是 林姊妹 因为他知道人没有能力 做什么 我觉得是 他是 神给亚伯拉罕利约 就是要带出神的 敬虔的后裔吧 敬虔 认识他 敬虔他的后裔 应该就是基督 很好 很好 店姐妹 其实就是我们归纳的 这叫归纳禅心法 就是每个人说一点 尽量不要让我个人说话 我们以前在大学生团期 也是这样 大家多发言 不要不好意思 你都是地形姐妹 我们也不是什么大漠师 这里讲 你就是吓唬了 上万人在这里讲 一个人把你拱上来 这没有 首先 大家讲得很好 这个约的特点 首先第一个是无条件的 入这个约 大家注意 这就是白白的恩典 大家注意 是白白的恩典 跟以前的亚当之约也是一样 亚当之约是有条件的 亚当之约是行为之约 那个是有条件的 就行为之约 挪亚之约 开始就是恩典之约了 亚当失败了 你已经活不出 活不出来了 你没有那个自由意识了 你记得杜罗兰就白白的恩典 然后他设计 祝福他的人 设计人口 就是祝福他亚伯拉罕的后裔的人口 就是地土 一个国度性的祝福 合在一起叫国度 叫国度性的祝福 祝福他有人口有土地产 还有君王 这个基督就是王 基督就是王 君王 然后他胆怀面对保守 大家说的是对的 但我要补充一点的是 四五条件的利约 但我们看一下 我们看是七章第一节 我请陈妹姐妹读一下 是七章第一节 当时这是七章第一节 有波兰年99岁的时候 约克华向他显现 对他说 我是全能的神 你当在我面前做完全人 谢谢 请问这个完全人 是进入这个约的条件 还是进入这个约的结果 做完全人 是进入这个约的条件 还是进入约以后 产生这个结果 这完全两个字 我们分享过 上帝要亚伯拉罕做完全人 这个完全人是什么意思 谁能够做到完全人 你说 谁会去追求完全 如果是条件的话 谁都没办法与神立约 你准备没有 请问亚伯拉罕 神与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 什么时候呼召亚伯拉罕 离开五位的时候 几十几岁 刚才讲的是几十几岁 现在这个讲这做完全人 就是多大年纪 要做完全人是什么时候 九十九岁 对 这已经过去多少年了 过去二十四年了 二十四年了 但是他那个 这第二节 他说我就与你立约 那我 我看这个 这个前后的关系 好像是 你当在我面前做完全人 我就与你立约 这个我们查过 你怎么你没来 确实你如果听了 如果你只看这一句 这个旧 旧是什么 在中文里头就是个条件 条件 请问我问这个时候 亚伯拉罕已经有没有得旧 亚伯拉罕有没有得旧 我问大家 九十九岁的时候 他是个得旧的人 还是个没有得旧的人 得旧的人 你再想一想 不着急回答 当亚伯拉罕九十九十的时候 他已经得到旧恩了没有 他已经得到神的旧恩了没有 想一想 你前前后看 他有没有得到在基督里 或者说在神国里 以后还了你的旧 但是现在不算那个叫什么 你自己想一想 如果要成为完全人以后 才能立约的话 你想想世界上 谁能立约 跟亚伯拉罕的立约 他是什么时候门受救恩的 这个是不是十五章的时候 就是亚伯拉罕信耶和华 亚伯拉罕就以此为他的义 对呀 十五章的第六节 李姊妹麻烦你读一下 十五章的 亚伯拉罕信耶和华 亚伯拉罕就以此为他的义 因为亚伯拉罕已经有没有得救了 已经得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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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这个完全人是什么意思 得救以后的结果还是得救的条件 那这样看应该是得救的结果 按照先后顺序的话 对 我跟大家讲 成为完全人 这个是得救的 是天下所有基督徒得救的结果 都要追求完全 或者说追求完全 或者说叫追求完全 大家我们一直跟这小弟兄查经的 你查过四篇 十九篇 什么叫完全人 主耶稣基督 是个什么叫完全人 主耶稣基督就一句话概括的 见面者最大的是什么 有人问主耶稣 你说见面者最大的见面是什么 说爱 你要尽心尽意的爱神 爱人如解 这就是完全人 那么完全再给详细的解释 我们看四篇是九篇 四篇是九篇 完全人不是说你完美的 我成为成为完美的 完美的 在世上常常显意 而不犯过犯的人 一个都没有 这个是传道书里在讲的 神成天上 全上四人 有些一都没有 连一个都没有 那么呢 什么叫完全人呢 新约传道 那个雅各士也讲过 我们都有 每一个人都有淫于的罪恶 即便是亚伯拉哈 除了主耶稣以外 大卫 我们在地上 都有很多的罪恶和过犯 没有人 无犯过犯的 那么完全人是什么意思 我请你姐妹再读一下 十九章 十篇十九篇 十二节到十四节 好的 谁能知道自己的措施呢 愿你赦免我 隐而未宪的过错 求你男主仆人 不犯任意 往为的罪 不容这罪挟制我 我便完全 免犯大罪 一颗华 我的磐石 我的救赎主啊 愿我口中的言语 心里的意念 在你面前蒙越南 大卫知道自己是蒙神 越南的人 很多人读诗篇 特别读十八篇 就说 大卫好自意啊 我是完全人 大卫凭什么 说自己是完全人 一 他是指的主耶稣基督说的 第二 就是他刚才说 我有过犯 但是我的过犯有两种 一种是引而未先的 主耶稣或者主 已经 耶和华已经赐免了我的 引而未先的过犯 然后呢 在生活当中 我求神拦阻我 不犯任意妄为的罪 就是明治顾犯 直善而不行 就是故意 抵挡圣灵 故意犯罪 明明的知道这不对 还故意去犯 那就是任意妄为 这两个罪 一个是罪已经赦免了 一个是神拦阻了 我便完全 他听到没有 我便王 这就是尽心尽义 尽命爱主我们的神 的一种生活态度 这种生活态度 是怎么来的呢 不是我们 没心底的这种生活态度 是我们已经 门上救恩了 已经在基督里头了 形成的一种生命的 我们说有生命 这个人有生命 那什么叫生命呢 哇 这个人成为姐妹身上 有基督的生命 什么叫基督的生命 哇 你姐妹身上有基督的生命 啊 我说小弟兄身上有基督的生命 有什么生命啊 你说有什么生命 就是这种生命嘛 就是基督的生命嘛 就是这种嘛 就是完全的生命嘛 称亚伯拉罗亚 罗亚有过分吗 罗亚喝重了酒至少对不对 喝酒是不是过分 喝这些肯定是过分对不对 那上帝为什么他在神灵面前是个义人呢 以赛有没有过分 亚伯拉罗亚的儿子以赛有没有过分 为什么神灵的眼前是个乙人 他已经进行经历了 他已经进行经历了 就像晚年像以赛一样的 糊里糊涂 喜欢吃那个野味 把大儿子当成小儿子 小儿子当成大儿子 糊里糊涂的 不明白神灵的心意了 让个安理 就是 但是他已经在神灵面前进行经历了 是这样的 大卫也是这样的 大卫其实除了犯阶疑以外 大家注意没有 大卫其实还有别的过分 我不知道这里多少殿几妹 跟我小弟兄一起查过 讲圣经历史的时候 大卫其实还有别的过分 比如说他几个儿子没有 好好地教管 不是儿子放到过分 不是哭 就是放怒 看到没有 是吧 这是不是过分 是过分 但是大卫知不知道 自己也是在过分 是隐而危险的 他记下来的是谁 记下来的 不是大卫自己记下来 是沙漠和沙漠的门徒记下来的 大卫其实除了犯监验以外 还有别的过分 还有别的过分 请问大卫娶很多老婆 是不是犯罪 是不是 你觉得大卫娶很多老婆 是不是犯罪 是的 是的 那上帝为什么没有跟他计较 除了跟八十八以外 那上帝他是个完全人 他不知道呢 他那个年代的军王都是起了很多老婆 隐而危险嘛 对他来说就是隐而危险的嘛 但是他得到八十八 他干掉那个借刀杀人 杀掉那个好人吴利亚 这是他任意妄为的罪 神就追导他这个罪 我们生命当中也是一样的 但是我知道我在今天为止 我在神的面前是个完全人 我没有任意妄为的犯罪 我没有去偷人家的钱财 借人家的钱不还 或者说还有霸占人家的东西 像电影姐妹敲赞乐神 我们也有这种东西 那引了微信我就不知道了 对不对 所以我在神的面前是完全的 我敢向神求我 我相信神 虽然不一定照着我的需要给我 但是他一定会恩待我 赏赐我 我知道我是门神越纳的 我是亚伯拉罕的子生后裔 你也可以监讨你的良心 就是这样的 我们在神的面前 保罗说成清洁的良心 也说得是这个完全人的意思 这是得救的一种结果 不是得救的条件 当然亚伯拉罕这里立约 我们是没有资格 另外在立约 我们立约就是基督里的约 亚伯拉罕的约也是我们的约 这个要追求完全是一种得救的结果 然后人口土地当方 对不对 讲到了 基督 阴性诚意的子孙 这个约 我大家补称一下 同时也是阴性诚意的 这是个阴性诚意的约 那割离是什么意思 它约的标志 不太准了 黑人无利亚 我老师把它读成好 这个毛病没改过来 我妻子跟我讲了好多遍 黑人无利亚 我老师把它读成好人无利亚 阴性诚意的约 阴性诚意的约 然后就叫割离 大家注意这割离只是 一个标志而已 我们看我们今天学习的这个讲的比较多一点 因为我们这段时间一直来查第17章 一直查第17章 大家有没有什么疑问 大家有没有什么疑问 对亚伯拉罕之约有没有什么疑问 后面的也讲完这个约 就其他的约就不讲了 后面讲摩西之约的时候很讲 什么叫向摩西的先知 我们改革正熟悉学里头有三点 叫君王 祭祀 先知 其实不止这三个方面 如果你已经解禁的话 不止这三个方面 还有很多很多的向先知 比如说 如果只是摩西的向摩西先知 只是祭祀 先知和君王 三大子分的话 那么请问上摩尔 是不是既是先知和君王 是不是 为什么撒末尔不是向摩西的先知 对不对 撒末尔是君王 对不对 类似君王 他专管以色列 他也是先知 他也是纪使 大卫是纪使 大卫也是君王 他专管纪使能够策划 当然他也是先知 那么像摩西一样的先知 除了这三大子分以外 还有什么生命的特点 摩西颁布上帝的律法的时候 是在什么地方颁布的 对 在什么地方颁布的 选了个什么地方 上帝 西奈山 西奈山 主耶稣颁布天国县堂登山保训的时候 在哪个地方 大家想一想 橄榄山 也是在山上 对不对 这橄榄山也是在山上的 为什么主耶稣到山上去 在登山 为什么不要登到船上去保训呢 马太 你明白这种 为什么马太特别那么显 主耶稣到山上去 其实平时他讲到 也在船上讲 他也在船上讲 也可以在圣殿里头讲 当时已经有圣殿了 去了四四六年的圣殿 那么宏伟的建筑 主耶稣为什么不在那里面讲 教授里面讲多舒服 有地方坐 有水喝 或者爬山上去 你想个没有 在明处 在教会 因为他是像摩西一样的仙子 摩西预言他 他要成就圣经里头 主耶稣之所以 一生没有任何过犯 就是原原本本的 造作圣经来生活 他的事已经在 旧约里头显明了 主耶稣 在复活以后 他吃 他把什么东西刺个门徒 要他们在 为什么要他们在耶路撒冷等候 为什么 我先打个预计 将来查了出埃及记的时候 再跟你讲 我先讲 把这大概讲一下 你提个醒 以后你读圣经的时候 有个概念 他为什么要在耶路撒冷等候 等候圣灵 等候圣灵 请问摩西从西南山以后 他忙得半死 累得半死的时候 提了个建议 上帝透过摩西 把什么东西刺个同工 是不是神学培训 上帝现在 有人给我提个建议 要培训同工 他把七十个 七十个长老 摩西把什么东西给他们的 是不是把那个恩赐分给他们了 管理百姓的 不是一个恩赐 不是说摩西掌握了什么神学 后果上帝把什么东西给他 好像就是感动摩西的那个灵 对 我今天不查这么多 我再提醒一下 什么叫摩西之乐 为什么是 像摩西一样的先知 摩西把圣灵给他们 耶和华把圣灵赐给摩西 人家在摩西上分给 分给那七十个长老 然后于徐亚就感到很自禁 他们也有圣灵存在 摩西说 我愿大家都用圣灵讲话 请问历史上面 还有没有一个先知 能够把圣灵分给人家 穆罕默德人心目 是不是 以利亚呀 以利亚能把圣灵给把 以利亚跟他说 以利亚求感动你的那个灵 加倍的感动我 以利亚怎么着 我搞不来 如果我等一下上天的时候 你看见了我 神就会不会赐给你 如果你没有的话 神就不会赐给你 后来他看到以利亚 以利亚看见以利亚升天 然后把那些 不知道什么衣服穿了多久 那个穆斯的袍子 他都穿上了 圣灵就加倍的胜身 请问那里人是以利亚赐给的吗 是以利亚有这么能力吗 没有 不是 没有 是耶和华亲自赐给以利亚 对不对 天年来 能够把圣灵分给别人的人 把圣灵分给别人的人 把圣灵分给只有主意 还有 摩西嘴巴不会说话 上帝就派了谁跟他帮忙 派谁跟他帮忙 亚龙 亚龙 那么摩西在亚龙面前的地位是什么 还是弟弟吗 是什么样的地位 我再提醒一下以后你读圣灵灵修的时候 他是他弟弟 他是弟弟 摩西是弟弟 但是 亚龙说摩西是什么 神人 上帝给摩西一个特别的权柄 在神的面前你是人 在人的面前大家尊以为神一样的人 叫神人摩西 看到没有 摩西是什么摩西啊 大家称呼到前面一个地语 你们称我是小老师 因为我是叫中文的叫圣灵修的 是吧 你叫我称小老师 摩西的称呼不是什么 四篇九四篇前面讲的 这诗是谁写的 摩西 不是摩西前面还有一个形容词 神人摩西的 对神人摩西 神人什么叫神人摩西 你想过吗 在神的面前它代表人 在人的面前代表神 请问整个圣经历史 整个人的历史是谁这么一样 是神给他的称呼吗 对在神的面前代表人 你这几句灵修 我之前提个行 在神的面前代表人 在人的面前代表神 有个中宝 有个中宝 在西纳是拍着利月的中宝 摩西是临时线的中宝 这是临时线的 因为他也是人 他也是罪人 他也需要救恩 也需要救恩 那么增进了一个中宝 完美的中宝是谁 主耶稣 你们若不信摩西 所以主耶稣有一句话 特别是我们中国教会的地形警卫 应该说 因为我们受时代论的影响很重 什么时代 一个时代 两个时代 主耶稣讲不错 你们若不信摩西的时候 你怎么能信我呢 就是他在约翰福音里 在讲的那句话 你们若不信摩西的时候 怎么能信他呢 因为你不了解摩西 你怎么能够了解主耶稣呢 你看我们现在是事后诸葛亮新月 已经启示完成了 耶稣就是神人人之人的珍宝 主耶稣能够赐给人圣灵 主耶稣能在山上各宝 他为什么要能这么说 请问保罗传福音的时候 有没有新月 彼得传福音的时候 他们拉的是哪一本书传的福音 我问大家 他们手上有什么东西 他手上拉的是什么东西 什么书 哪一本书 旧约就是西伯来圣经 新月还没有完成 那如果根据旧约讲福音 又怎么讲呢 怎么讲耶稣基督 你告诉我 是六十六九没有 旧约多少均书 新月 二九 三九 多少均书 三九 有人卡住了 二十七 三十九 三九二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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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三十九卷书 就三十九卷书 你怎么讲 现在如果有 给一个机会给你 那个新月不小心 被小朋友撕掉了 你那这个旧约 请问你怎么讲福音 你怎么讲 没有了 或者说你按照小老师的顺序程就与查 你查到新月 请问这新月的旧月里头没有福音 你怎么讲 如果没有福音的话 你想过吗 那个时候就在老约翰他们 彼得 马可 匪立 他们传福音 给那个太监 太监读以色列亚书 怎么讲福音 想想看 我们今天这圣经的认识是多么的肤浅 多么的残缺不缺 能够认识的是 加尔文他们有这个认识 他们有这个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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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这个讲过来的不是我发明的 我可没有这个水平 加尔文他们看到了 旧月里头有福音 马太亨利他们看见了旧月里头的福音 布雷克末世他们看到了旧月里头的福音 主耶稣基督也是这么讲的 上回如果你没有来的话 我们看路加福音 看路加福音最后一章 主耶稣基督讲福音 也是应旧月讲 好福音 我们看一下 路加福音第24章的44节 我请麦丽丽姐妹读一下 24章的44节 45节 24章44节45节 方便吗 路加福音的多少章 路加福音第24章的44节 44节45节 好 耶稣对他们说 这就是我存前与你们同在之时 所告诉你们的话说 摩西的律法 先知的书和诗篇上所记的 凡指着我的话都必须应验 于是耶稣开他们的心窍 使他们能明白圣经 谢谢 请问主耶稣基督传讲福音 给这些门徒讲 他用的材料是什么 摩西的律法 摩西律法是什么 摩西五经 先知的书呢 大先知小先知 那没长创 约书亚记 还有什么呢 诗篇 诗篇就是那个 是广义上面的 大家知道智慧书 约伯记 真言 利未记和雅各书 放在一起 是广义上面的 那么下一声 诗篇原来就叫什么 在旧语里头不叫诗篇 叫做赞美的意思 大家知道吗 我们现在 因为我们用的是那个 其实是一本的一个名词 原来是那个叫赞美的意思 不叫诗篇 以后如果有机会的话 给大家讲诗篇的时候 那我现在给大家出一个题目 你们去预备 大卫里头 大卫执约里头 是怎样讨论耶稣基督 就像我刚才分析摩西 跟耶稣基督的关系一样的 摩西执约 摩西五经 跟主耶稣基督之间的关系 这样我们分析 你套到大卫身上 大卫是怎样谈论耶稣基督的复活 诗篇里头是怎样讲述耶稣基督的 不要前讲不会 不要前讲不会 这个预表 他是怎样讨论耶稣基督的 死里复活 特别讲到死里复活这件事情 主耶稣就是如何做王 治理万国万民的 给大家 如果你有兴趣的话 你去联修诗篇 大卫的作品就是诗篇 就是诗篇 一共73篇 你去读 主啊求你开我的眼睛 让我在诗篇里头读到基督 你就知道大卫是什么词 耶稣基督就这样 因为主的灵开你的心 当然是门徒开始实现不明白的 他们像犹太人一样 像今天的时代弄者一样 就会已经解禁了 或者说领义解禁了 整个家伙自己要搞领义解禁的话 因为他不愿意装备自己 就位里头手动起来 他是隔肥墨 他无限制的延伸 比如说那个 我听过王永庆 不是王永庆 王永庆 王永庆是台湾的 经营企业里头 王永庆末史 讲那个摩西 使戒 那个法老的样子代表撒旦 然后使戒 把男主你来教会 你首先 你不愿意为什么 你来教会你职员业 来教会你串串门 然后呢 你上去一些灾纳 然后呢 你一月也十分之一 然后呢 你把全弹都摆上 就是说你自由 他要理解 就是自由联想 这种摩西 当然这两边的道理 都是对的 法老确实是 是个魔鬼撒旦的子民 对不对 但是你一定要说成 像王永庆末史讲的 第一次魔鬼撒旦很刚硬 然后呢 子爷不什么都不愿意做 就像我们的抵挡神一样的 然后呢 被神折服了 一顶顶的就来带教会 然后呢 子爷自己来 后来呢 把男女老少爷带过来 后来呢 把牛羊有个分线 你看这么讲的 就是很牵强付费 好像呢 就这两个东西 就是拉拉扯扯 拉拉扯扯 我们中国人叫 小朋友玩泥巴样的 这就是很牵强付费了 实际上这个救援不是很明白的 不是很明白的 他们呢也藐视我们这种圣约神学 现在教会来的 圣约神学 你改变了你 你们在自己领出来的一套神学 一套神学 自己的神学 这就是一点污蔑我们 但是如果我跟你讲清楚 这个道理的话 我想你能够有这个行救援的一致性 一个完整的 主耶稣基督 你想想看 我们之所以说鬼正 不是说我们比别人更属敏 更伟大 而是我们回到 主耶稣和他的门徒 他们怎样理解救援 我们也这么理解 所以采取一个圣约神 这是神学院里的一个名词 你不要理会这个名词就行 主耶稣基督 他们怎样理解救援 我们也这么理解救援 使徒十大 主前一百年 以后一百年到三百一十三年 就尼西亚会议之前 圣经当时行约是怎么读的 就是已经有了 我不是说像穆斯林 那么污蔑我们的 所以行约是我们基督徒 自己编的人编的一本书 这完全是污蔑 梅琴教授特别回应 这本行约正典的行程 行约正典的行程 我看我这里有行约正典的行程 我希望你能够买一下 这个呼叫型的学书 行约正典的行程 我靠近一点 看得见吗 行约正典的行程 学书发展 这没清醒 就是威斯敏斯特神医学院的院长 他很爱举 有护教 那么新约正典的行程 三百一十三年 那完全形成 完全形成 完全合在一起 之前就是使徒们的歌一卷书 在教会里面念来念去 就是我们要讲到 讲到讲什么内容呢 那旧约 旧约已经形成了真理 已经形成了 那行约还没有形成 就是把使徒们的这种书信 包括马可福音 路加福音 使徒行传 这教会里面念 念给大家听 但是这就有尽情的神明 就是慢慢对旧约的这种解释 除了奥古斯丁以外 奥古斯丁的戒经 中世纪以后就健忘了 大家对古代希腊的哲学感兴趣 因为福音是传到欧洲嘛 但是希腊的哲学 特别是天主教 天主教就是解经的一个高峰 天主教最大的神学家 叫做 叫做 阿奎纳 托马斯阿奎纳 托马斯阿奎纳 他呢 我这里有他的就要全集 马来一下 他的全集 看一下 他呢 就是用那个亚里斯读德的哲学 来解释圣经 以至于怎么样呢 把这个圣经解得到玄乎玄乎 那么除了有学问的人呢 一般人就看不明白 而且就是拉丁文写 然后到了中世纪以后 以后就中教改革 中教改革以后 在教会里头一个是一个经理派 是进行会背景的人 就强调自面解禁 自面解禁的时候 那新就业的关系就联系不上了 新就业和就业的关系联系不上了 教会历史上面有一个马基安 马基安就旧约里的神太凶了 我们不喜欢 我只要新约的神 他别拿个圣经 就把他旧约给扔掉了 这不对的 所以说归正的意思就是我们把回为古道 就是回到那个先知和使徒的传闻 他们是怎么解释圣经的 我们也解释圣经的 他把这东西整理出来一套系统的东西了 就是圣约神学 现在就稍微解释圣得远一点 跟爸爸妈妈 后面的这个约的内容就不能够都解释了 没这么多时间 以后讲到这里的时候 我们再来讲 讲到摩西的时候再讲 大卫的时候再讲 讲到主耶稣基督復活的时候再讲 我们只讲到亚伯拉罕之约 其实前面两个约已经讲过 一直像丑妹姐妹他们的 云南姊妹你们就多听了一遍 多听了一遍 我们这个东西谁发明的 绝对不是萧弟兄发明的 萧弟兄绝对不发明任何教义 任何教义性的东西 萧老萧弟兄一个字都不发明 而我的相对的东西主要在运用方面 我在中国这个处境下面 我运用到中国 我在我的末世 林晓芳末末斯他们起来末世面去 我承诺在神的面前我也承诺 我不发明任何教义 我的目标是回归古道 加尔文他们怎么解释圣经 我也解释圣经 可能我跟他有点差距 就是另外一回事 马太宏利他们怎么解释圣经 我也怎么解释圣经 我们的老前辈怎么解释圣经 我都从他们来学过来 我不发明什么东西 我今天讲的教义也是这样的 不是我发明的 不是我发明的 那是谁发明的呢 维斯敏斯科大会讲解的东西 可能我讲没讲好有可能的 没讲好是可以有可能的 师父教的徒弟不如师父 那是有可能的 但是如果你发现 我讲的有什么新的发现 新的发明你不要理我的 你都别理我 我们看来我们读一下 我请几个同学 弟兄姐妹读一下 于鹏在吗 在 麻烦你帮我读一下 为什么这些信仰告白第七道 任神与人属立的约好吗 就从第一开始 第一开始 一 神与受造者之间的距离是如此遥远 甚至 所有理性的人都当顺服神为其创造者 然而若非借着在神那方面的自动迁就 他们绝不能从神有所获得 作为他们的祝福与赏赐 神愿以用立约的方法来表明他这种辅救 二 神与人所立的出约乃是行为工作之约 以完全的和个人的顺服为条件 神在此约中将生命允许给亚当 并在他里面允许他的后裔 允许给他的后裔 三 人既因堕落时自己不可能 借此约得生命 否则万一 为第二约普通称为恩典之约 他凭借此约将生命与救恩 借耶稣基督来百次给罪人 要他们赐耶稣基督来得救 并允许将圣灵赐给一切预定 和生命的人使他们愿意并能相信 此恩典之约在圣经中 往往以移命的名称说明 乃指令移命者耶稣基督之死 并指出由移命所留下的 永远产业及其所属的一切事 此约在律法时五 此约在律法时代 与福音时代的时事各有不同 在律法时 恩典之实施乃借应许 预言献祭各礼于越节的羔羊 以及传给犹太人的其他预表和礼仪 都是预指那要来的基督 并且这些在当时是够用和有效的 借着圣灵的活动而救回 并建立神明对所应许的尼赛亚的信心 借着他才能看才能得着完全的赦罪 与勇敢的救恩此约成为救援 六在福音时代 当实体基督彰显的时候 实施此约的条例乃是上道的传扬 习礼和主餐之胜利的执行 这些条例为数虽少 而且在实施上更为单纯 又少有外把的光荣 然而在这些条例中对万国的犹太人 在外邦人更出分地 阐明了 这两个字是什么 我电脑这个地方有个标 把挡住看不见了 阐明了 阐明了证据与属灵的效力 此约称为新约 所以是两个本质上并不同的恩典之约 乃是在不同的时代 只是一个而又相同的约 谢谢 这些话来就不太好理解 刚才我给大家讲的两个约 其实就是里面的内容 那么这些经文 我整个威斯敏词的信仰告白 我前后花了三年时间 这些经文我是一个一个查过的 因为这前面的话是人写的 这上面的话是人的一个归纳 用归纳的方式表达的 那么我们不能够直接把这东西背下来 把威斯敏词词背下来 都没有什么用的 你知道吗 直接背下来没什么用的 那我们怎样才有用呢 我们需要把这下面的这些圣经的经文 这些经文你不能够偷懒 你做家长的人 如果你想装备自己去传福音 出讲道去栽培自己的儿女 那么呢我建议一句一句的圣经 都要去查考 你不要偷懒 这个笨功夫啊 你一定要下 因为你不能把人的话 当成神的话 你不能把神的话 这个一个个都暴力 它是用这种逻辑性的言语 或者是哲学性的言语讲的 或者是神学性的言语讲的 你光看这个威斯敏词的信仰告白 你会晕 你会晕菜啊 没有解释 那么解释就很简单 有笨功夫 就要练了个武术一样的 就是说练武不练功啊 道土一藏空 就是你练很多花枣子 那什么花枣啊 台山倒海啊 什么蒙虎出山啊 还有什么蛟龙出洞啊 很多人招式没有 人家一拳就把你们咱们给打败了 为什么呢 你没有力气 你打在拳上就马上嘴巴 就像那个国术一样对吗 国产的武术啊 传武啊传统武术一样的话 人家在练什么的 练那个练散打的 还要是练那个MMA的啊 就自由国际的啊 等等的这些赛的 然后给传统武术比赛 传统武术花枣很多 这种招啊 什么永春拳啊 什么少林武术啊 还有什么武当山啊 还有行义拳啊 什么什么的拳啊 整个武术蒙派很多啊 但是怎么样 大家见过那种武术比赛吗 就三招啊 要打的怎么样呢 三招就打的趴下来了 再打就打死人 为什么会这样子呢 为什么会这样子呢 两个原因 一个是没有练武不练功 就是力气太小了 抗打技能力太差了 没有这么肌肉 你看那些人比肖老 比肖老是强了多少 小弟兄经常锻炼神体的人 还算马马虎虎啊 一般社会青年来说马马虎虎啊 那些练武的人不会比我好 那些练那个传统武术的人 不会比我好 到哪里去 你看看那些练 练那个自由国际的 那个肌肉的人看到没有 一个像芒果一样的对不对 那个一拳打过去啊 太神 五百公斤的力 那三百公斤 两百公斤的力还是有啊 对不对 你那打下去就没戏了 这是一个练武练功 我整个比喻是讲什么 这些教育性的东西 如果我们没有归回到圣经里头 如果不下笨功夫 回到圣经的话语里面 那么我们就没有公别人 拿一处圣经经文就会打败你 你说 立约 圣经里头拿一处经文告诉你 神给亚当立约 你问你 你回答我 圣经里头拿一处经文告诉我 神与人立了约 与亚当立了约 你告诉我 有吗 有吗 你告诉我 全圣经里面自己在搞这个名堂 在卖弄这个神学 没有 你能回答出来吗 一句话 就把你所谓的改变中了什么东西 这个烟那个半死 是不是 因为我们平时没有好好地查考圣经 上回我也讲了个亚当之约 加尔文就把和谐恶书里面 经文给他摆出来 你看 你们如亚当被约 是吧 不是经读圣经的人才知道有这些东西 所以我们这些 要义性的东西 你要鬼毁圣经 无论是什么 要理问答 心经信条 我们要全部返回圣经 要下蹦功夫 要下蹦功夫 今天不凡死 不愿意下这个蹦功夫的人 都像国产的传统武术一样的 是改革中的末世 没错 生命干巴巴的 没力量 如果神的话语称谋我们 才有圣灵的同在 你知道吗 才是称谋我们 我们生命才有力量 要么讲到 你看一下 现在神学院写的一些文章 而且传到 你那个文伟耀大家看到吗 文伟耀写的 新加尔文主义 在什么时代什么时候 你看 你会看到云彩 为什么 全是神学术 对不对 一般人 渴望不可及 我也是那个 香港中文大学 崇基神学院的教授 你看他的文章 叫你云彩 对不对 因为他不是进来神的话语记上面 进来神学上面一套一套的东西 你自己不造就也不造就别人 上回也没什么力量 只能在神学院里才教书 你会偷偷是道 我们不要搞这种教义 一点就是把这事情回到原处 回到原处 今天我就没有时间 大家对大家这么一出一出的查口 我自己花了三年时间 我为史敏词的信仰告白 我希望你也许 我比较笨一点 你可能半年时间和一年时间把它查完 但是一定不要偷懒了 这些经文了 一句一句的都要去查 一句一句的就查 那么你这个教义的理解 就必须有血有肉的 纷纷复复的 我提个建议给大家 就这样子的 我们今天的教义就讲到这里 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 我就是摩西之约 三个约讲完了 亚当之约 罗亚之约 摩西之约讲完了 大家有没有什么疑问 后面你不讲 后面以后再讲 只是提示了一下 提醒一下 你读圣经的时候 留意一下这些东西 不知道你们有什么疑问吗 愿不愿意下这个苦功夫 作为家长 你要在家里面带家庭敬拜 这个药理问答 对教育上去 前往不要发明什么东西 也不要相信别人的发明 这实在太危险了 不要当别人的试验品 我们甚至有个教会 我有一次给他们聊天 我说你们怎么不应KGV圣经呢 我们应那个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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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版本 因为圣经里头很多新东西 我发现了 我就拜拜 拜拜 你们这些我惹不上 我惹不起 我古代人的那些教育 怎样活出来 我都搞不清楚 我还想搞新的 我这不搞的 我不知道你发现了 现在也没这么时间的解议 我高兴 我车里的白老鼠 我不干什么 搞教育也是一样的 我不搞什么 尝试什么新教育 我全用的是古典的 老祖神的 因为几千年的 不是西方的老祖神 就是东方的老祖神 我就是不应新的东西 我也没什么新的东西给大家 封信给大家 我也在教育我就讲完了 大家没什么疑问 我们就 谈下面的 谈下面的 我希望大家有一些疑问的东西 就是大家商量一下 萧老师 你好 我可以问一个别的问题吗 可以可以可以 因为你说家庭礼拜 在我们家之前 就是在网上面找的 那个儿童临修 现在我带他们做家庭礼拜 用的那个心意更新小药礼 不是就是那个 心意更新学教礼 我有 我听您的意思就是 还是要父母 要带着孩子用茶经 找圣经的方式 这样来做家庭礼拜 对吧 对 我又觉得这个 然后你说这个一句一句的 这样子去查 我觉得哎呀真的是 需要下功夫 我这个 就是因为自己讲不清楚圣经 所以就想偷个懒 用着别人现成的这个东西 来读一读 讲一讲 我就想问一下您这个问题 问的很好 问的很好 也有别人以前问过我这个问题 我跟大家讲 我们开始的时候 也用的你刚才讲的 心意更新教程 名字叫心意更新教程 按照小教理问答 一问一问的查的 对不对 每天都有一个 一个标准的东西 那有什么用呢 有 大家 各位爸爸妈妈 我不知道大家做菜怎么样 做菜的手艺怎么样 你们做饭做菜的手艺怎么样 或者说还比较体面的 有吗 不要谦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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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际上你做的菜的时候 比较受欢迎的嘛 比如说家里面来两座的人吃饭 你可以搞定的 不要下广子的 有吗 我怎么不吭声呢 都是家长的嘛 这怎么不吭声呢 我家里来两三座人 不要下广子 你都可以厨房里拿出来 我就碰到过有这种弟兄 姐妹我们没碰到过 我在广州的时候有个弟兄 他真的有这么厉害 哎 莫师长小弟兄 这个到我们家吃饭 我问你吃什么饭呢 你还没开始打 你放心 你先坐这儿 你们聊天 他就买篮子菜 出货里头三小五出 一盘分子就端出来了 他这么厉害 无论你咋这么厉害 他说啊 我真的就好吃 我到时候说 饭地里头呢 吃了什么东西 我问他们一下 这东西啊 大概用的是什么材料做的 我就回去照着做一盘盘出来 请问谁有这个本事做菜 看他吃了别人的那些菜 能够炒一盘菜 跟他差不多 谁能吃能知道 反正我不行 小弟兄绝对不行 我能够炒一盘菜 能够不让你饿死的 饭 你饿了来来 我给你吃 你想吃出什么味道呢 那是不行的 我这个没本事 那么他们是怎么养成的 他们一开始做的 他是一个父母 教的 手把手教的 他的爸爸妈妈 就会做菜 他学的 还有一种 没有爸爸妈妈的教 那怎么办呢 他做菜 他看菜谱 我妻子看菜谱 我女儿现在也看菜谱 他们两个人在一起搓 切搓 我觉得他们尤其做的西点做的很好吃 我老婆做的那个什么回锅肉啊 还有那个 什么市场的那个什么 那个肥肠 我特别喜欢肥肠 还有吃的肥肠 我其实他们怎么来 拿着菜谱来做 拿着菜谱 拿着什么事不用呢 你已经啊 我们中国人说兵法之道 成于一心了 拿着做菜做酒 就有个什么本事 外面就像我那个地形一样的 我们那个地形 在外面吃了一个什么菜 我们一下 他就回去能够做得出来 就是这样 所以你也不要着急 你开始的时候 两种办法 一个是你教会里的墨石 带你们 就像我现在带你们一样的 这么手把手的 来教你怎么查圣经 下功夫 一点一点的下功夫 尤其是什么工具书 上回都推荐给他的 这个诗篇的 还有其他的什么研读本圣经 这些工具书 对不对 然后就像我们的菜谱 工具书一样的 然后还有一些药理问答 今天我可以谈来这个药理问答 其实我们也别的本事 为什么 我就仔细下苦工夫去研读 这是一个直接教导你的办法 还有一种办法比较笨的 就是你的说是那个 心意更新的教程 每次学一点 就像菜谱一样的 找到菜谱来 菜谱说多少克 那个厨房 像那个化学实验室一样的 油多少克 盐多少克 然后就炒 炒的已经很好吃嘛 不好 有时候你跟他们保护出来 但是你搞多了怎么样呢 你还会用菜谱吗 你 已经买了家里已经三本菜谱了 或者五本菜谱了 有儿童成长的菜谱 还有什么地方名菜的菜谱 比如说湖南的香菜的菜谱 广东的粤菜的菜谱 也买了 对不对 营养啊 什么营养早餐的菜谱 都已经看到 整个的菜谱已经烂熟无心了 这个时候家里来了什么客人 你在外面吃了什么菜 最后一查 他圣经也是这样子 也是这样子 你开始的时候很生疏 没关系 拿着别人来菜谱 炒 等到有一些这些东西 你都很熟练了 我觉得我们现在是这样的 我现在我们不愿菜谱 我们在六七年前的时候 我们第一次搞家庭进办 就是用心一根性教材 就是刚才姐妹你讲的那本书 我们用了大概 我不知道多久 我看我妻子不能记得 大概用了八年还是一年的时间 我忘记了 就不再用了 我很喜欢圣经文 在关键的时候 我们电影姐妹要喜爱圣经 这个是圣经 这个没办法传递的 老是不能给你 你喜不喜欢神的话语 是你跟神的关系 你可没整理 愿不愿意活出耶稣基督小朋友 这个是生命的问题 是个人跟神的关系 我们做老式的 只能不能讲一些技巧性的东西 一些方法性的东西 不知道这么回到能不能那里 这不是题外话 因为我做这个活动的目的 就是推的这个东西 跟家庭敬拜 教会里 你们有教会被带领的 我为了我就 你不愿意来参加我做个活动 没得教会带领的 那也欢迎 是这样的 火锅没有嘛 是吧 还有别的问题吗 谢谢姐妹 欢迎问我们是一生姐妹 不是末世 就欢迎大家 有什么 我能回答就回答 回答不了的 对不起 上次有个人问我什么问题 那个圣灵在救援里头工作 那个查起来的 那要花多长时间查 我的天啊 哦 他救援里头的三位一体的神 我查不过来 好的 徐子妹 我讲这 其他电子妹 欢迎 不管是在这个环境下面 讲堂上面 还是在业余时间 涉及真理性的问题 首先欢迎您 问你教会里头的牧师 咋嘛 要尊敬他们 如果他们也搞不明白 因为他们也是人嘛 肖老师若明白也不会假承谦虚 不会假承谦虚 不会假承谦虚 我若不明白也不会假承懂 我们 谈一个 我们讲了这么多 我们怎样把这个 幻世纪第17章的内容 运营到我们生活当中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因为你学这么的东西 如果不欲优活出来 有什么用呢 就我这人 又不是圣经做过什么 事业啊 就是因为现在神来以后很喜欢 很喜欢这本书 我需要我们能够活出来 活出来的话 我们就需要讨论问题 预备怎样活出来 首先第一个问题 我们夫妻是守约的吗 有没有被约 我们知道基督徒结婚的时候 有我们结婚的时候都是非基督徒 我们结婚的时候是非基督徒 所以我有一些被约的时候 我先让我妻子认罪了 我什么地方被约了 我们不要向你们认罪 我得罪了我妻子 得罪了我神 在很多年前我现在认罪 如果你在基督里头 没有守约 没有尽责任 不管你是女性还是难得 首先我们得罪的是神 然后得罪的是对方 要向对方认罪 不管他知道还是不知道 都要向对方认罪 这样子你在你们的关系 他是亲密无尽的 是吗 我以前有一个海外的一个传道人 一个莫泽 他跟我们讲过一句话 我不忘记他名字了 他说我的手机密码 我的银行账号 我的邮箱 我跟我妻子是共用的 他随时都可以查 我的也是 我的电脑 我的女儿 我的耳子随时可以打开 没有任何肮脏的东西 我的邮箱 我的银行卡号 我像我的妻子全部是透明的 我的钱财他随便用 没有我的钱财 或者我妻子的钱财 这个说法 他的就是我的 我的就是他的 因为夫妻怎么样 原为一 不在两人 你有没有守这个约 要跟神奉摩塔约的时候 约的这个概念 你是守约的妻子或者丈夫吗 当然我们这个约 神与亚伯拉罕有什么区别 各地你们 刚才我讲的是相同点 刚才我们讲的是相同点 现在我讲的不同点 您认为神与亚伯拉罕立别 跟我们夫妻之间立约有什么不一样 各地你们这个问题我想抛给您来谈谈 有什么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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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现这要回答 这都是成年人的 人不一样 就是神与人立约神会守约 但是人给人立约的话 有什么不一样 就不会守约 有什么不一样 有什么不一样 神与亚伯拉罕立约是神 单方面与亚伯拉罕立约 而且是神在守约 因为人无法做到 人是无法完成那个约的 所以是神在守约 但是人与人之间的那个约定 比如夫妻的守约的话 这是夫妻双方要共同完成这个守约 回答很好 回答很好 那我就不讲了 就这个意思 也就是 但是我们刚才讲的 那个人做到的一个是透明守约 我们中国人说争吵这两个字 往往是女性对男的争吵 男的对女性不争吵 那我们现在耶稣以后 是不是这样子的 不是 在上帝的国度里头 男女双方都要有争结 不是把争吵给废掉了 但千万不要把争吵这个词语 中国人以前是单方面的 要求女性 中国传统文化的 这是不对的 这是传统的 中国传统的 那是不对的 这个在基督里头 我们彼此 然后呢 他在基督里头 他还有很多 他是彼此透明的 夫妻这些关系 因为夫妻什么 他是合一 你如果不透明怎么合一 你不透明怎么合一 然后的话 他是 互有的 或者说互有 你属于我 我属于你嘛 不能说今年的游戏 女权主义就是 我的身体是属于我自己的 我爱怎么用就怎么用 圣经的教训就是 丈夫不在自己身体的主了 是属于妻子 妻子不在自己身体的主了 是属于什么 丈夫 若非 合一人的祷告 夫妻不可以分开吗 免得给魔鬼撒上去 破口 你是共有的 或者是后有的 等等的 圣经我就不讲了 因为我这里不是个 婚姻辅导 就是我整个余悦的实质 财产也是如此 如果说我还有什么 十还钱 为什么十还钱呢 我妻子要多少 只要我有没有 就没办法 我自己都没有了 就是这样 就是一生一世的 所以离婚这两个字 提都不要停 你提都不要停 生生死死就是你 除非死让我们分离 否则 我不会离开我妻子 当然我妻子不会离开我 我们也就是这个方法 立这个约 不信主就没办法了 他不明白这个 因为这是圣念的感动 你知道吧 刚才我说做的这些东西 就是信主之后的完全人 你知道吗 是信主之后的果效 这不是个律法 你不信主 你不信主 比如说在座的 我也知道有些妻子 的丈夫 他还不信主 你跟他讲这些 你什么呢 什么的 他外面不乱搞 能够每个月 能够对家 对家庭的丈夫 对妻子 对儿女 能够负责任 在外面上 这就是一个很正派的人 你不要想什么正洁啊 透明啊 共有啊 这种关系 很难 我觉得四个人说 在天愿为比一鸟 在地愿为连里子 天长地久有词尽词 恨绵绵无绝起 三无灵 雪为记忆 天地鹤儿乃于君爵 这些都是很美好的诗词 在现实当中 往往是做不到的 它是一种传说 这是一种生活 然后呢 我们 对儿女的教育 怎样守约 怎样守约 你说儿女有立约吗 儿女有立约吗 儿女是约真的吗 大家翻到神明记 六章四到九节 可能有一点 一点 不太理解啊 如果你没有读过 读过来的圣经的人 就很容易理解 《生命记》 六章四到九节 我看这里还有来 弟兄请 我请弟兄读 请弟兄读 因为这弟兄要负责任的 崔弟兄 崔弘弟兄 麻烦您读一下 《生命记》六章四到九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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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躺下起来都要谈论 也要记在手上为记号 戴在额上为经文 又要写在你房屋的门框上 并你的城门上 这句经文是什么意思 很简单的一句意思 如果你是以色列民 你是耶和华的子民 你承认了 好 你承认的时候 你一个男的代表谁 你代表谁 信仰包括两个 一个是面对自己 一个是面对儿女或者说家人 看到没有 你这个信主 你是不 以色列你要听 听啥 你自己要进行建立爱主 你的神 其次呢 讲那么多 什么其他的 就是权力以赴 我们中国人的民间这个话呢 你要为了俄语明白神的话语 信主到什么程度呢 活出去 你在我不知道你多重 反正我是140斤 我这140斤 我这140斤要活出去 我自己进行建立爱主 也意味着我跟神立了 约 就是我的儿女 只要我活着一天 我信仰等还没有死掉 还没有放在光彩里头 还没有上那殡仪馆里头去的时候 我的百度金 我用好你的不管多少钱 我要全力以赴 把我的儿女带到神的面前 无论是坐下躺 躺着起来 得要引寻教训自己的儿女 这就是在神的面前立了约了 只要你受洗了 在这里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水 不是没受洗的 你在教会里头 不管是点水里 沙水里 还是敬礼 你在神的面前 意味着立约的时候 你越来越插越之间 你意味着你在儿女的面前 要尽这个责任 如果你不尽这个责任 只能成全 不能收回 我们看行约 我们看行约 约翰福音 不是 说出了 以弗所书六章第四节 大家麻烦您翻到以弗所书六章第四节 以弗所书第六章 一到第四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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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还是请崔李先生 读一下好吗 谢谢 好的 以弗所书六章第一节 你们做儿女的 要在主里听从父母 这是理所当然的 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 在世长寿 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语 你们做父亲的 不要惹儿女的气 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 扬育他们 新约是不是把旧约给废了 没废吧 对不对 照样的一样的 这是表述的方式 语言不一样 对不对 保罗 不是保学之师 这圣经 加玛丽蒙下的 非常熟悉旧约的 其余也是一样的 那么 需要大家补承一点的时候 我们想象一下 回到保罗时代 保罗写给以弗所书 这份书信 是在教会里头 每人发一份 读完还是在教会里头 工作里头朗读的 你们觉得是哪一种 我想照着我们的常识 一定是在公正面前 朗读的 朗读的时候 请问儿子和儿子女 是在父亲身边听到 还是在主日学里头上课 听到 一定是在教会里面 和爸爸妈妈一起听到的 而不是另外一个主日学 把这些儿女分开 对不对 因为你查以弗所书的时候 我不知道你们教会有没有讲 以弗所书这卷书 一定是在一起听 否则你怎么念呢 下面没有儿女 你怎么念 儿女要听父母的话 有没有看 没有儿女 你怎么念 你不是白念了 对不对 是不是 肯定有嘛 对不对 所以你可以推论 同时 儿女的教育 不是教会的责任 是父母的责任 搞不搞基督界教育 不是教会来决定 是家长的责任 当然追讨人的过犯 在天国里头 在别墅基督 白色大宝座面前 闪犯的时候 我的儿子 我的女儿 从小不明白圣经 稀里糊涂的 摩西十字不能够背 登上宝序不能够背 然后长大了 离开教会 任意妄为 牧师 你的主持学在哪里 上帝会这么审胖吗 明白 你没什么不办主持学 你的主持学有什么情况啊 大家小姐妹 只是哄我孩子 发发糖果 唱唱歌跳跳舞的 没讲事情整理给她 上帝会这么审胖吗 会 非讨父母的过犯 因为上帝把儿女士 你在神的面前立约 不是牧师 在神的面前立约 是我们做家长的 在神的面前立约 只要你信主的那些受洗 那么这个节目就带给你 自动成 自动有效 这家长之间 最重要的家长是谁 爸爸 我们这些爷们 那些男人 那些男人 恕我们负责人 所以我特别想吹的 恕我们负责人 我今天 是个自由化很泛滥的时代里 以前讲这些东西 一百年前两百年前 讲的是很容易 因为为什么呢 家长就是叫 在家长嘛 我们中国人叫户口 户口本上面都是 还有个家长 对不对 美国人仅仅交税 还是以家庭为单位 中国人呢 也个人 这是非常不合理的 如果我做家长 下面有五个孩子 都要找为个人吃饭 如果我交的税 个人所得税 和你的一样 你们家是一个人吃饭 一个单身的 那我就大亏 那国家不理这些东西 非常不公平 不公义的 我就不讲这些 但是我们这里是 一个家庭负责人 就是家长 你在神里 你姓主受洗 意味着 你要在俄女妻子面前 尽这个责任 如果丈夫还没有姓主 那就妻子 挑这个单子 辛苦你 这叫守约 以色列人 我们今天说中国人 尤其是温州人 像以色列人一样 像犹太人一样的 你知道吗 犹太人 我给他们打个交道 以前做生意 做外贸的时候 他们在生活当中 可能很诡诈 给你玩鬼 玩名堂 利用你 要搞些什么 小名堂 很多 但是他一旦 给你立了约 他们一定会止行 一定会止行 一定会守约 我就碰到过这种 我们以前卖电子产品 在十几年前的时候 十五六年前的时候 我是在深圳慢慢搞这种状行 那这里是守约 伊斯兰教也是这样的 伊斯兰教就是守约法 守约法 我在 在广州南方大厂 我是卖小音响 我那是没钱的 写文章了 穷得一塌糊涂 我没有人分线给我 我就像保罗一样 那支帐篷 那我支帐篷的时候 当时我们旁边一个柜台的人 跟我们讲 因为我们卖的电子产品 卖的增东 他们就是 有一些欠款 但是你做神远之 也许唯款收不回 但埃及 埃及 那么这个人就坐飞机 到埃及去要钱 他随便去领 要干别的什么事情 我就不知道了 那个埃及的伊斯兰教徒 不准备钱 然后中国人就没办法了 就骂他一句 约你的神做主你 你欠老子的钱你不还 那和伊斯兰教徒 哇 这做主是很有效的 他相信什么做主啊 我赶紧抱住他 你知道伊斯兰教 有个礼在贴灭你啊 贴灭你 就亲你的额头 亲你的脸啊 那你不要说 那中国人就受不了 受不了对不对 那中国人有我的关系是 拥抱啊握手 对不对 那伊斯兰教呢 尊重了民族的人 他就是亲脸 亲额头 在贴灭你啊 他把钱给了他 我讲这两个故事 是什么意思啊 我希望基督徒感到羞耻 遵循神的话语 异教徒 上去守约 我们若不守约 这神的面前啊 你这做什么见证啊 你跟伊斯兰教传福音 你还不如他对俄女见责任 你怎么给他宣教 我不知道你怎么给他软了 你还不如我 就像我们中国人 以前给儒家知识分子 基督徒啊 要偷鸡摸狗的 尤其在五三四年代 二十年代 为什么有异合团嘛 有一些人入教 教会有面粉嘛 也可以学英语嘛 也可以出国嘛 新教很好嘛 流氓地痞 打光石 有洋人坐冲腰 所以这些 所以那些儒家知识分子 就看不起了 你还不如我 你这些社会烂人 这些教会 我不如说 我们靠音 靠道德 靠行为诚意 不是 我们都是音信诚意的 是亚伯兰的指寸 如果我们在守约 在敬畏神的方面 还不如犹太教徒 或者比如伊斯兰教徒 那我个人是觉得很羞耻 我会尽力去改动 在音乐面前 我们一定要尽力教读 那今天就讲到这里 时间到了 九点钟到了 后面还有三点 也是关于这个 亚伯拉罕职业者 我们使命当中的一个运用 电机们有什么问题吗 有问题的人 我想吹地形问我们 这几次答案 如果还有问题的话 你愿意跟小弟兄交流的话 我们交流 没有的话 我们感谢 在下个星期三再见 车地形方面